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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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也不怕被人看见 你就让我抱一会儿 就像现在这样 你是不是还在为莫为一的事情担心啊 我听说 他不肯回东大营 唯一从小就是他爹带大的 现如今 莫西威的死因尚未查明 他一定不可回来 你也别太担心了 我相信 我相信 事情一定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回答 都军将于下周带领二十三团来北新 跟我们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联合军演 我供莫着 那之后他就会跟我谈驻军随领一事了 都军这是打的什么主意啊 南方主张北伐 北伐 人人自卑啊 阎老促手下的那两个师已经闹起来了 现在虽然打不到我们的家门口 但是我们必须位于冲谋 他们来了又如何 打他便是了 要叫我说啊 都军是过于敏感了 师兄啊 恐怕没这么简单 无论如何 等都军到了之后 以最高规格接单 做好安保措施 剩下的 随机应变吧 司令 您说都军突然打着 三方联合驻军的旗号 并且驻扎在随里 到底是为了驻掌颖军 还是另有所图 我已经回复都军 他出一个团 我也出一个团 不会有丝毫犹豫 那我们就把一个团 白白送到北新城 这是独军 假道发国之计 您是说 独军提防地方北伐的旗号 在随领诸军 可实际目的是 萧家手里的影军 你说 一场大戏上演 谁最开心 自然是看客 所以 这件事情 我们只需要 做好看客就好 这是谁送来的 是三少奶奶 兄弟同心 有事不理 救命啊 有没有人呢 救命啊 有没有人呢 小哥 莫伟毅 莫伟毅 小哥 莫伟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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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你没事吧 我的腿好像断了 没事 我们扶你回去 我来 人生有波澜 世事有弯曲 人生贵之心 之心能寄燃 来 喂 哪位 凤旗小姐 你好 原来是李大编辑啊 凤旗小姐 感谢您几番的奔忙 林唐生的著作 很快就要捷径再版了 那个真是好消息啊 不过 我听张部长说 如果想再出版的话 需要林宫的许可 他现在还在狱中 如果你们不方便联系的话 我可以想一想办法 不用麻烦了 这件事已经解决了 怎么 你们联系上了 成都军不是说 不准任何人和他联系吗 具体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好吧 那就先这样 嗯 再见 林航景 那就让我们继续做好朋友吧 advance き算是 李宗斯 好吧 他们准 unfinished 回来啦 嗯 好端端的 干嘛突然送我胭脂 我听笑容说 你给伟毅送去了一件 很特殊的礼物 你们三兄弟啊 从小一起长大 他一定会想明白的 谢谢 最新的海棠花香 喜欢吗 好香啊 来 我给你涂上 等等 你觉得 这里面哪个颜色最好看 这 这 这个 我觉得这每一个颜色 都好看 只要是涂在你的脸上 就没有不好看的颜色 我跟你说 你有时候小脸红扑扑的 跟两个苹果似的 特别可爱 对 拿好了 太好看了 真的吗 简直就是美极了 那我去看看 大公共城 去吧 萧北辰 你什么手艺啊你 林航姐 我怎么这么喜欢你呢 我怎么这么喜欢你 主编 杭姐 这是你近三个月 发表的文章样刊 我都给你整理好了 你拿过去吧 谢谢主编 另外专程叫你过来 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你看 你父亲的经济著作被解禁 已经可以再晚了 自从我爹 被成都军关押之后 她的书也被列为禁书 一直被禁止出版 我爹每每在心中提及 都觉得是莫大的遗憾 她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很开心 这都要感谢那位电影明星 郑凤琪小姐 听说她一直 通过中央政府文化部的关系斡旋 才能让你父亲的心血 冲见天日 凤琪 三哥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爹的书又重新出版了 这次啊 多亏了风气 你知道吗 自从我爹改了星期 我每天都在数着日子 伴他出来 等他老人家出来了 看到自己的书重新出版 一定很开心 好 睡吧 来 杭静 对不起 这次京都军 立临北新 我们大家都很重视 七夫人需要我们做什么 尽管吩咐 三少和三少夫人来了 北辰 行警 来 过来 七姨 七姨 等你们好久了 七姨 我先过去一下 好好好 凤琪 爹 来 女儿 你怎么来了 杭静跟三哥 邀请我来的 我总不能拒绝人家吧 你 爹 不用担心了 我 我 我 新都军到 北辰 杜君 我得恭喜你 我得恭喜后面 你容身为我们影军当中的 副总司令 也是三军当中 最年轻的副总司令啊 北辰不惨 日后还请杜君多提醒 年轻有为 你是我们老一辈的希望 谢杜君 我得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女儿柔柯 你们小的时候见过 现在彼此还能认出来吗 是啊 我们认识的时候才十五岁呢 这是好久不见 幸会 柔柯小姐 这位是三少夫人 柔柯小姐 早就听闻三少夫人才貌双全 惠之兰心 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柔柯小姐谬赞 再介绍一个 木子正 我新收的义子 她是我的督办营务处总管 负责练兵的事务 木子正 子正 见过一下萧三少和三少夫人 两位好 木先生 木先生能够当上都军的义子 想必是财气过人 三少客气了 您的赫赫威名 我早已如来挂 好了 今天是美好的晚上 诸位 舞跳起来 酒喝起来 大家随意啊 谢谢 天赫君 谢谢 来 听说北伐军已经 集结在韶关了 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 在耀冲地带设防 此番 咱们是三方联合驻军 我跟敬兄已经说了 让他带兵先行驻防 我带二十三团和东大营 联合军演一个月 等到他们摸合得差不多了 我们一起开拔到隋岭 北辰 你觉得如何 北辰定是会全力配合 我期待这一次联合军演的成效 诸位 我们应该一起恭祝一下 萧副总司令容生是吧 来 恭贺萧副总司令容生 多谢诸位 我们家老三帅吧 那还用说吗 是啊 郎才你冒的 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副司令 真是年轻有为 康景 你说是吧 齐 我先适配一下 快去吧 杜鹃 有点事情 我先适配一下 请别 北辰 能邀请你跳支舞吗 北辰 北辰 你应该敬一下今晚的地主之仪 带柔柯跳一支舞 柔柯小姐 子诚 你先放开我 杭静 你为什么要嫁给萧北辰 你为什么要嫁给萧北辰 你为什么要嫁给一个你不爱的人 子诚 这些说来话长 你先告诉我 那天你不辞而别 到底去了哪里 为什么又会成为金都军的义子 还记得你问我 为什么要自杀康景兄吗 我其实早就加入了青年会 青年会 对 什么时候开始的 三年前 我们参加学生集会之后 北辰青年会高层丁若用找到 我 希望我加入组织 在那之后对我进行了半年的秘密训练 怪不得 有段时间你很少来报社 在我们坐船南下的前一天 组织给了我一个紧急任务 我必须马上离开 我当时根本没有时间跟你解释 所以我拜托雍哥 但是他那封信并没有交到你的手上 后来我又去了老公营 在那里根本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辗转成了进城的义子 之后的之后 我以后再慢慢跟你细说 现在前因后果你都明白了 那你告诉我 萧北辰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逼迫你嫁给他 子政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那事情到底是怎么样 好 杭静 你不用害怕萧北辰 现在我身后有杜军 有柔柯剑 他对我就像亲弟弟一样 他会帮我们的 子政 没有人逼我 是我心甘情愿嫁给他的 你在说什么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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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静 你不用瞒着我的 我们那些无话不谈的日子 你难道都忘了吗 难道那些都是假的吗 我不相信我对你的真心 你感受不到 你不是也一直关心我 照顾着我吗 我知道了 你还在怪我不辞而别是吗 那我向你道歉 我做什么样的弥补 都是可以的 杭静 子政你冷静一点 这段时间 的确发生了很多事 但是看到你是安全的 我就放心了 我出来也太久了 先回去了 如果我告诉你 我被调离北心 全是拜萧北辰所赐 你会怎么想 你说什么 你不会相信对吗 你刚才明明说的 是青年会交给你的任务 是 但那背后全都是 萧北辰在捣鬼 我刺杀康庆雄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 我的真实身份 所以他一直派人暗中 盯着我跟青年会的 一举一斗 他一早就知道 我们要买船瓶 去南下救你的父亲 为了拆散我们 他找到雍哥 用我的性命威胁雍哥 将我调走 不可能 不可能 杭静 萧北辰根本没有 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不可能 穆先生 在这儿聊天呢 是 不知为何 我与三少夫人 很是投缘 杭静 走吧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杭静 又来了几个太太小姐 我都不认识 你能帮我介绍一下吗 当然可以 你不是走了吗 怎么回来了 我为什么走 三少心里不是应该 最清楚吗 想跟我抢行情 你怕了 你怕了 杭静 是我明媚正确的太太 我夫人 我怕 小北辰 我不管你用了什么样 卑鄙的手段 逼迫杭静嫁给你 我一定会让他 重新回到我身边 这一次 这一次 我会让你清清楚楚地看到 唐静心里的那个人 是我 行 试试 有什么想问的 就问吧 没有 是穆子争告诉你 我调他离开北县的吧 如果还有一次机会 我依然会这么做 所以你是承认了 所以你是承认了 梁航静 人在感情中都是自私的 我没有拿枪抵着他 是他自己选择要离开的 你以为当天 你跟他两个人一起南下 真的就可以救得了你爹的迷茫 所以 你就替我决定吗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差点害死穆子正啊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 他一回来 你就变得如此不理智 哈哈 来 男人你见过 是啊 快点快走呀 快 AA 这儿快点快走呀 这儿快走呀 杭静 这是你的信 刚送到学校门口 哦 行警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好 子政 你已经在这儿站了好几个时辰了 子政 兴许是行警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要不然我们先回去吧 我想再等等 好 那好 我陪你 你 我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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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报告 今后完毕 好 果然是训练有素 非同凡响 多谢杜军夸赞 我爹常说 再好的兵都得练 他们是守护一方的保障 你爹说得对 好兵好将 是咱们军队的基础 你爹教得好 你做得好 怎么没看见步兵三十三团啊 我此番前来带来了 三十二团 我的尖刀团 听闻说你手下的老虎团 可以以以抵食 攻无不克 既然是军演 我看不妨让他们彼此切磋一番吧 多军见笑了 他们怎么能跟多军的尖刀 刀团相提兵论呢 我是怕他们 露窃 一笑大方 难道这老虎团 是萧三少留下的秘密武器 舍不得让咱们见识一下 子正 还请萧三少不要见怪 莫先生 我看您真会说笑啊 整个影军都是独军的清兵 既然这么说 那就战场上见真招吧 来 开始 草兵 水了 你 死了 不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的天 义父 眼见为实 萧三少的老虎团 让我不得不佩服 此番前来 你的确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是 看来今后 还得向萧三少多讨教讨教 穆先生见笑了 我随时恭候 今天这演习呀 你们对萧北辰的军队 有什么看法 颖军令行禁止 规矩严明 不得不说 非朝 尤其是萧北辰那只老虎团 作风勇猛 能以一敌十 不得不说 萧北辰治军有风 接着说 对于他 我的看法一分为二 虽能从他身上获取良多 但不得不说 他有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如果他不能为您所用 还是应该 在他更为壮大之前 肖剑一下他的锐气 剑贤私棋 取长不短 所以 子政 你的看法很客观 那义父 您接下来 打算怎么办 要想知道 萧北辰这个人 是须一尾仪 还是忠贞不二 我们必须要拿到 他手上的精锐 才能够知道答案 您是想 调走老虎团吗 演习即将开始了 且不可轻举妄动 是 杭景 看什么呢 北新孤儿院新收的一批孤儿 这是名单 都是战地孤儿 是啊 这批孩子的情况 比往年 要更特殊一些 他们很多受了 很大的精神创伤 有些孩子 甚至看到父母 死在自己面前 太可怜了吧 那照顾他们 应该需要增加一些人手吧 是的 人手和经费都需要增加 成东的加德拍卖行 主动联系张院长 说要为这些孩子 举办一场慈善一脉 拍卖行还做这档子事 真够菩萨心肠的 你有组织活动的经验 你能来帮忙吗 当然可以了 这样吧 我组织一些女学生们 做一些协助工作 发发传单什么的 也算是为这些孩子们 尽一份力 那太好了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杭景 有位金小姐来找你 哦 金小姐 方便给我一点时间吗 不好意思啊 我 一会儿还有课 我不会耽搁你太久的 只是有些事 我觉得你有必要知道 怎么会这样 我不知道 子政这段时间 竟然遭遇了这么多事 她不想把难过的事情告诉你 之前她遭遇的种种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在关外的山上 捡到她的时候 她已是遍体鳞伤 衣不遮体 不知道是饿了几天几夜 冻了几天几夜 整个人都奄奄一息 跟死人没有区别 她身上的伤 大面积的溃烂 医生都已经放弃了 可是她为了活下来 麻药都没用 她用刀子 将自己的腹肉割了下来 就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 还一直喊着一个人的名字 杭景 我这次来 不是要绑架你的选择 只是想要告诉你 你是子政全部的信念 我希望 无论你的子政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都可以和她面对面 说个清楚 我不希望她 抱有遗憾 你来啦 你来啦 好怀念在风筝铺打工的日子 那个时候 你有空就会过来帮我 我负责砸骨架 你负责调色 画画 我们俩一起做的风筝 都卖得特别好 后来 你介绍我的报社去工作 你写稿 我拍照 我们针鞭尸壁 成奸除恶 帮助弱小 我总以为 我们是最有默契的搭档 有时候啊 我也在想 这天下 会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吗 我拍了几个孤儿院的照片去投稿 而你 恰好是那篇文章的竹笔 后来 我把这归结为 缘分 杭静 你还记得吗 我们曾经说过 要一起去北平 为所国摇旗呐喊 为老百姓争取权益 我记得 小时候 突然有一天 我那个臭大烟的父亲躺在床上 再也没有睁开过眼 他败光了家里的最后一分钱 从那以后 我和我娘 就过着所有人都可以任意见她的生活 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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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仰望这夏夜满天星河 谁记得一颗流星转瞬而过 谁害怕心痛否认心痛 人孤独涂抹彼此的保护色 谁会甘愿蹉跎这样擦肩而过 也要做一颗流星给你温热 我在天空花处你侧印的轮廓 让我再明亮一次照耀星河 至少一次飞舞不会再坎坷 用我一生守候一个承诺 我真心拥有光哪怕短暂快乐 留给岁月一抹温柔的色 下次流星花过如果还记得 我曾在天空眷恋你的轮廓 我在天空花处你侧印的轮廓 让我再明亮一次照耀星河 让我再明亮一次照耀星河 在天空花处你这个词 是据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